大家好 我是大伟 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咱们的经络减肥视频发出去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300多个粉丝朋友们的私信反馈 而且今天更是收到了一位重量级的71岁的一个东北大姐的一个私信 她告诉我说她自己原来就有三高 而且因为比较懒 所以就是想减肥 就是因为有三高 她如果不减的话对身体肯定不好 所以一直想减去身上的肥胖 但是由于自己也比较懒一些年轻的运动动作 她也自己也做不了 所以偶然之间就看到了咱们的经络减肥视频 她就跟着去念 念了不到一个多星期 她现在的腰围已经明显的小上了一圈 最关键的是她体重还下降了一斤多 据她自己所说 体重虽然减的不多 但是自己的腰部看起来明显是小了一大圈 感觉全身上下都特别的轻松 所以她让我赶紧再出一些经络减肥的一些动作教学 好了 今天咱们话也不多说 我把经络减肥的动作教学进行了一个增加 那么大家跟着去念 也一定能让你的体重蹭蹭往下掉 对于体重技术大的朋友们来说 一天受伤一斤也不是什么困难事 好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动作怎么去做 那么动作开始之前 咱们需要准备两把经络牌 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 这两把经络牌非常的结实 以及非常的耐用 居家背上两把既能减肥又能强身健脊 同经络 非常的实用 好 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叫做绕腹击打 这个动作是专门去受咱们的小腹的 通过我们的绕腹去激活我们整个腹内的一个肌肉 同时加强我们内部五脏的运化 还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打通我们往下面走的一个气血通道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你看 一 二 大家可以看 三 四 五 六 它是做一个银河 什么叫银河呢 你看 这个胯部转过来拍子一打上去 二 三 四 我们做的时候切记一点 身子千万不能僵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拍子的运动很多朋友看出来是什么 靠惯性 一 二 三 四 是靠惯性去击打 千万不能做成什么呢 很僵硬的去做 完全是靠手臂的整个力量去带动 这样的话就不好了 我们需要做这个动作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跨部的流转 带动我们的上半身一个旋转 你看 打上去 完全是靠我们的惯性去拍打 通我们的一个通道 打通我们的一个带脉 非常的好 不仅去把我们的跨部去凝活了 同时呢 开我们的整个脊柱 还能够去通过我们的手臂拍打 去凝活我们的肩关节 所以这个动作它更有效的针对于我们腹部的减脂 促进我们下肢的一个气血循环 大家每天把这个动作去念上一个200下左右 做完以后一定要感觉里面有深层的发酸的感觉 而且这个酸是非常舒服的酸 大家去念一下试试看 第二个动作是去拍打我们的大腿后侧 在这里很多朋友会疏忽 为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很多体型肥胖的人 你去摸他这个大腿后侧 他这个脂肪堆积的是那种泡泡的脂肪 而且它有一个小窝一个小窝的 你把这个脂肪就是用尽一捏 你会发现有一个小窝有个小窝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人很多都是长期久坐 而且就一坐坐上半天 这里长期被压着它气血不通畅 脂肪代谢不掉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些堆积 所以我们大腿后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得把它给拍通 这个拍通不是用手这样去拍 这样去拍的也难受也够不着 怎么去做呢 你看 半蹲 身子半蹲 你让拍子往后举 起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它是做了一个银河 很多朋友会看 我们做经络拍都会讲银河 为什么要银河呢 腿往后 你看一蹬的时候 这个手往前 自然就拍上去了 你不用刻意的去拍 你只要把手动作做出来 它就打上去了 我们再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 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至于你拍打在哪里呢 我们通过手腕的调节 比如说 我这个手腕往下斜一点 那我拍打的地方 可能是我的裹窝 对吧 你看手腕往下斜 那打在裹窝上 我手柄往下拉一点 我可能打在小腿上 看 是不是打在小腿上 我这个手腕 只要往上这么带一点点 你看 打在哪里呢 我再拉短一点 你看 这个间距也是有讲究的 拉短一点 我一打 打在我们的臀部 所以呢 这个手怎么去拉 打哪里 你最好呢 就是从下到上 自己调节角度 你自己多捏捏 你就知道了 那哪里要去打 哪里打得舒服 你自己会有感觉 我们这个动作 去做一个三十下为一组 每天你去捏上一个三组 就是专门去击打我们大腿 后侧 这样去做 这样去做呢 可以很好的 你看 咽我们的腿部 也能够算是一种运动 提升我们的一个代谢 最主要的是 把我们大腿后侧的筋络 给打通 自然而然 腿部也会瘦下来 然后你的这个臀性 也会出来 那么如果说 前面讲的第一个动作 主要是瘦我们小腹 第二个动作 主要是瘦我们大腿后侧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一个真正的 锻炼全身 瘦全身 并且加快全身的 气血循环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这个动作也非常简单 叫做空中化缘通肝胆 首先我们讲一下 动作的一个摆放姿势 腿打开 打开以后 你看一个手是把拍子 放在我们小腿的中段 另一个手呢 把拍子放在我们大腿的中段 形成这个姿势 你拍打下来 也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看一下 好 我们把拍子放好 你看腿分开分大一点 看身子往一侧歪 然后把这个手举起来 到另一侧 一拍下来 二 三 四 五 六 手在空中化的时候 它就能很好的拉伸 我们的整个背部 然后再拍打在我们的腿上 通过腿部的一个力量的沉压 然后再把它起身 这么一个过程 就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腿部 加快我们整个气血循环 同时在进行身体两侧摆动的时候 它又加强了我们腰部肌肉的一个锻炼 去瘦我们的一个小腹 瘦我们的肚子 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 每天去做上一个左右各20下为一组 一天做上一个三到四组就可以了 那么以上三个动作做完 大概需要花费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换而言之 每天花上五到十分钟 就能让你的代谢能力提高 包括我们的体脂率下降 减少身上的一些坠肉 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筋络拍 我不建议大家去简单的选择一把 因为一把它简简单单的 只能做一个被动的敲打 它无法编排动作 那么两把筋络拍 它是可以编排成整套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念 包括如果说你减肥上面 有任何的突破 或者有任何的疑虑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找我 或者私信里面问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 那以后就点开以后 每天点开 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去念 好了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